回顧一下,前一次上課的部分是講到有關151刮鬍自串的部分 裡面的話當然會用到一些函數,包含就是最常用到像fine fine的話呢,比方151是找前刮鬍,找後刮鬍 然後呢,利用me的函數把要的資料給切出來 那如果找不到前刮鬍後刮鬍,那當然會發生錯誤 那我們再用fine去把這個錯誤給換成下一個邏輯 那我們就用fine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錄製劇期,還有就是VBA 再來就是做所謂的那個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圖,所以總共會有五個東西 也就是說你們的那個期中報告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那個函數部分加上去 也就是說我希望你們自己在找一個非住宅切斷案件的資料 開放資料上面太多,你自己在找一個你比較有興趣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錄製劇期,第三個就是VBA 第四個就是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大概就五個東西啦 那待會那個雲端之外,那個在Model上其實我有說明 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要把什麼呢,把那個VBA部分完成 OK,然後再來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也把它完成 再來其中的專題報告,那請各位就是自己在找一個 不是那個什麼,住宅切斷,當然你可以找其他的啦 其實其他,之前有一些商學院同學是做有關股市值 像台積電股票資料 或者是說,校學同學對什麼 對其他方面啦,像譬如他租房子 那網路上其實也有開放資料是有關那個房租的 還有就是哪些地方有房子要出租的相關資料 他去把它做分析 那分析哪邊的租金行情是最合理的 諸如此類的,也許你們可以自己找個方向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把那個就是台北市的這個 住宅切斷這個什麼啦,點位資訊 就這個字,那上一次的話呢,我們分別把這個函數給做出來 那總共有兩,首先的話呢,我們這個資料是來自於台北市政府 所以Google一下,你可以看,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在前一陣子錄影裡面有提到啦,你就到那個 這個台北市的什麼呢,開放資料的大平台上面 你可以搜尋住宅切斷 那當然你可以找別的啦 其中報告就是你們要去變一個內容 OK,你不要去住宅 那如果你實在找不到東西的話 之前同學有做過這個什麼,機車切斷案件 汽車切斷案件 甚至什麼,自行車 甚至是搶奪,等等的 反正你就量力而為吧 如果你假設你的程度比較好,你可以多做幾個導演無法 OK 那,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延伸上一次講的 第一個,一樣呢,就是把上一次上課的那個題目打開 那上一次呢,我們主要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區 從哪邊得到資料呢 區跟路接到 那區的話,實際上就是從那個什麼 地詞,有沒有,發生地點這個 裡面的第四個字到第六個字,把它抓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的話呢,相對比較簡單 用MID的就可以了 MID的G2 裡面的,從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得到的這個公式就像這樣 比較麻煩的是什麼,路跟街跟道 因為如果我今天呢,需要取的嘛 取路接到的話,那當然喔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呢 前面的開頭位置在哪裡 然後把它加1就可以了 後面的,再來就是找到後面這個字 那這個字的話,有三個可能 一個是路,一個可能是街,一個可能是道 那前面這個的話,也是三種可能 要不就是0,要不就是裡 不,不對,0、裡、區 那要按照順序喔 如果那個順序不對的話,也找不到資料 那我們就找到前面的字 跟找到後面的字,把中間的字切出來 有沒有,新生北就過來了 那這個邏輯的話呢,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啦,當然喔 我們第一階段是什麼,fine fine什麼呢,fine0 那再把fine0的部分呢,剪下來 放在ifl裡面 繼續再讓它去找,找什麼 再去找,如果找不到的話,找裡 OK,那如果再找不到的話呢 有沒有,ifl,外面再包一個ifl 所以等於是兩層的ifl 如果再找不到0,也找不到裡的話 那我們就去找區吧 OK,所以基本上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知道說第六個字是我們要的位置 我們再利用mid去把它切出來 所以mid的話呢,把它什麼 最後把那個公式貼過來之後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我要的字,下一個字才是我要的 OK,然後呢,再去找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就是路接道 所以貼過來之後,我上個禮拜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貼過來公式分別 把它改成,本來是林里區 把它改成路接道就可以了 也就是中文部分,剛好邏輯一樣 所以就什麼都不用改 然後呢,再減掉什麼 減掉它的位置 把這個字的位置,減掉前一個字的位置 也剛好就是四個字 那就把這個資料給抓過來 OK,那這個是上一次上課主要的上課內容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延伸 上禮拜好像還有,上次上課還有講到聚集錄製 不過聚集錄製比較簡單 再來比較困難的應該是 這個所謂的VBA OK,那VBA部分的話怎麼做出來 那錄製聚集就是把上一次的東西錄下來 然後再清除就可以了 錄製清除 OK,不過在錄製聚集的時候 恐怕要特別小心一下 尤其是你在使用那個什麼 選取向右嘛 Ctrl-Ship向下 如果清除,如果再清除 會Delay蠻久的 那可能還是要先彩排過之後 因為上禮拜,上次上課有同學 因為問到比較多問題就是那個錄製聚集 那個錄的結果發生問題 那我是強烈建議啦 以後啊,這個錄製聚集可能是階段性的 大部分還是最後,如果你不希望你那個錄下來的東西常常會發生一些狀況的話 還是比較推薦 你用VBA來改寫 那VBA的話,其實最後結果會是一樣 不過 至少就是第一個程式比較簡短 第二個是你自己寫出來的 那裡面的話,當然包含幾個 也許我們假設,我希望呢,把之前的函數的規則改寫成VBA的話 那我們總共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呢,是直接把之前寫的那個公式 總共兩個公式,直接丟到這一個跟這一個 並且讓它自動往下填滿 這個地方怎麼做 第二個,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就for 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清掉 OK,他就幫我把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清空 那再把資料放過來的話,就是把公式丟過來 這個丟公式的規則跟前面一樣 只要把我們的程式貼過來 那我上次講過啦,裡面的話,如果有什麼,有裂號的話 你變成要用那個取代的方式 那取代的方法我上次有講到 OK,所以請各位把這個部分先復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是要把輸出公式這個改成什麼 我不是輸出公式,是輸出結果 丟過來,你會發現幾點不一樣 第一個呢,輸出的東西不一樣 這裡面看到的就不會是一串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執行的效率比較好 OK,第三個 如果你將來存檔的話 假設你用輸出公式 因為它裡面會一堆公式,所以存檔案的大小 會比較大一些,因為它裡面放了很多公式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方法做出來的 它的檔案會比較小 所以其實資金效率也比較好 那至於這個地方呢,該怎麼改寫 那我們待會兒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上一次上課講到的部分 先把它再開起來